这一状况来看到是新北市一名国中美术老师呢 课堂上会要求学生呢 互画毕业纪念测素描像 但没有想到有一名女同学 却画了一个光头长脚 持着斧头的小恶魔画像 老师认为这女学生就在画她 当场辱骂还说要记过处奔 到底怎么回事 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周玉如 是主播新北市有一个国中的美术老师 因为很气力 因为女同学竟然一度要记她大过 而原因就出在这张图 因为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老师要求她同学之间互画素描画像 没想到证明女学生竟然画了一个光头的画像 上面还长脚还长翅膀 就像是一个小恶魔的画像 老师觉得很生气 她的同学明明都是女学生是长头发 怎么画一个光头像 老师觉得这个女学生根本就是在丑化她 她就向女学生问说这是怎么样的状况 结果女学生这样回嘴说 我是画同学只是不小心画得太像你了 老师觉得同学在狡辩让她很生气 一度想要记她过 来听下老师跟家长的说法 她的素描能力很强 大概看到三四眼就把老师画完了 画完之后就开始仇画老师 长牛角啦 大嘴巴啦 然后加个什么引起周围同学的三校 这时候我就过去跟她说 你这行为是不对的 她就开始狡辩 我不是画老师什么的 我说没有关系 那请你下课再留下来 因为我女儿说她刚开始画的时候 她只是想象中要画一个想像她觉得长得丑的人 她说长得丑的人一般不就是小眼睛 大鼻子大嘴巴 然后几根毛这样的 她的画印象中她是这样子 只是没想到画起来以后 老师生气以后 她自己拿来看 因为还真的有点像 我们听到老师其实不是想要记这个学生过 只是他觉得他不肯认出又狡辩这样子 这个行为实在是不太应该 而家长这边也觉得 同学就是他的小孩子 是想要发挥创意 既然要被记过 他也觉得实在无法接受 而接下来的陈楚 老师跟家长这边也会在做商量 以上现场情形 现场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 谢谢雨如连线报道 这学生也没有想到呢 一张图结果引发这样的争议